哈啰啦,神仙王来了 人家懂豆芽,我种豆芽,跟人家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我的方法不一样,我的习惨也不一样 所以你看了我视频,很简单 很简单,OK,我告诉你先哈 首先呢,我呢,你看你的芽成综好了 我由头开始先,你这个杯要多少分量的芽 豆芽,OK,刚刚一粒豆芽,已经准备了 这样很简单,我们用一个汤匙,两个,一个,两个,放下去 两个汤匙可以浸一瓶漆水瓶的 这个汤匙瓶就很简单 这个汤匙瓶,这个,那个,椰的,辣豆的 烧,烧到一个冬一个冬,不用麻烦了 烧它,一个冬一个冬,几个冬 然后呢,我们准备好一个冬 然后呢,首先呢,冬准备好了 然后呢,这些芽豆呢,我刚才说的分量已经做好了,OK 然后呢,我要冬洗一下先啦,对不对 OK,冬洗一下 OK,然后呢,我加水了 加纹一点没关系,可以的,可以的 放在哪里呢,你就放在底沙最后的了 放在底沙,留点它 你可以,可不可以,都没问题 拿一条沙,封一下,也可以 好像有一种保温 大概,四个钟 至五个钟 没问题的 当然不可以出国很久呢 怕刀里面发醋 我已经将刀的时间缩小了 为什么? 那些芽豆令到它发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嗯 人家不用缩解的很久的时间 我需要四个钟 或者五个钟 就可以将那些芽豆发起来了 那么发起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呢,就要准备什么呢 一条大的黑色的T恤 还有,三条布 是准备,塞住里面的 浓丝,浓丝,浓丝 浓丝,浓丝,浓丝 浓丝,浓丝 浓丝,浓丝 我现在,由头开始给你看 还有准备个什么 这个,三条 因为我中三杯豆芽 我能多吃得多 哎呦,哦 那个,是一种枯竭的脚来的 很容易解决的 拿着绳子,拿着绳子 绑着中间 绑着中间 然后呢 如果我们将这些豆放下去的时候 整样吐出来就可以了 我一定要告诉你准备什么东西 等一下浸就OK了 我然后就先告诉你这种东西 准备这三样东西 然后呢 我们中豆芽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 我已经准备了 我现在准备了 因为我不可以等着什么 够了 够了 OK,我已经准备了的豆芽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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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一条布塞在里面 放一边 然后放一边 我们首先准备 我跟人家会说不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 很特别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保持它 如果我们十个小时 不记得玩水 没有关系 可以帮助豆芽 因为它里面是 鸢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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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容易发怒 OK 就算不算 我只要一个东西放一边 一个东西 在这里 我准备一个东西 尤其是一个东西 那我就放在里面 一个浇盆子里面 首先放一个盆子 一个盆子 盛住 放在最底 那么 这个空增给它 不要浸住豆芽 等下一个冬一冬 也是 不用浸住豆芽 那里面放一点水 这水就不要过盆子 然后呢 没有过盆子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把水蒸起 我 譬如说 我教你们 十个钟 或者十二个钟 七个钟 六个钟 也可以 因为这个豆 撕下的时候 很容易 很简单 很容易 然后 譬如说 我准备了 还有一粒豆 我当时发起来 就这样 弄湿了一条布 那么 用这些铺 来 以后 又 六个钟 七个钟 八个钟 四个小时 我都试过 没问题 水盛到明天也没有小时 没问题 因为一个盆子 下面有水 没有温度 给它 好像 其他一种 保持一个温度 没有其他热 其他三分里面的热力 所以当我们 十二个小时 或者七八个小时 死的时候 很容易拿出来 将一个杯 盆子 盆子 我这样包着 我做一次 示范给你看 然後就這樣包住 我盡量讓它包住Lumine的溫度 這裡包住 包住來 放著衣服 陰涼的東西 因為其他陰涼的東西 我們就比較容易 包住裡面的溫度 不要太曬到它 因為曬到它 涼到它 它就變成苦了 我們可以 我盡快拿上來給你們 最重複時間一下 我這個還有大概一個杯 兩天多的時間就夠 因為它是不便宜 沒關係 我做給你看 我拿出這個布石 因為這裡一定不便宜 我把這裡放平了之後 然後拿出來 拿出來 我大概用中的杯東西 多少時間 大概兩天 半至三天 不少過四天 就中得這麼長的豆芽 你看 很長很長的豆芽 它為什麼這麼容易呢 因為我有些時候拍不記得 我出去 完全不記得了 老鐘上來也不記得 沒關係 因為我上次這個布石 一個溫度給它 有點水溫 沙邊可以給它解溫 裡面本來是涼的 因為豆芽冬發的時候 裡面是涼的 它裡面沒有水的 水流出來的 所以它涼 你沒有經過幾多個小時 沒有洗它 它就發醋了 小小的醋醋 上面 所以我們大概六個小時 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我都試過 沒問題 今天拿出來 大概兩天 半至三天的時間 用得吃的了 所以當我們清洗的時候 怎麼清洗它 拿出這條 這條絲的 沒關係 拿出來先 然後拿這個水口 沖沖沖沖 有兩個方法 如果另一個方法 不管它 也可以 我也是選擇 再嘗試 第二個方法 將這些豆 現在很緊 不可以 一豆小小捏捏的時候 沒關係 打鬆來 打鬆來 給它鬆一點 裡面比較容易吸收養分 還要使得乾淨一點 所以現在不可以打了 洗了問題 然後再沖一下水 沖一下水 為什麼要沖水呢 第一 它裡面發豆芽的時候 它本來的豆芽是沖的 如果沒有沖 沖到它就會發醋 為什麼我們要沖呢 主要沖它的醋 它的醋 那種醋 有種視磚的 所以變成我們沖了 降溫了 視磚 然後呢 滴乾水了 沒關係 滴乾水 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拿一條椅子 用來安靜一下 沖一下 沖一下 然後我們就沖在裡面 沖在裡面了 我最重複的現在 剛才都準備的 你幾多杯的 就準備幾杯 OK 然後我們就這樣 中間 放在這裡 我夠熟過你的 然後 吐下去 不要怎麼搶 因為怕這裡濕了 不要怎麼搶 OK 然後真的 反過來 這樣 哇 一杯 兩杯 三杯 我現在不用麻煩 然後呢 這條椅子 渣長它裡面的溫度 不要讓它太陽曬到它 那麼 將這個病這樣 覆下來 這裡完全覆下來 不要讓它看到太陽 盡量它 不要降很多光 曬到它 有煙力 如果你不記得 好像我幻想 12個小時 幻想睡覺到就算 12、13個小時 沒問題 主要是冷餐 沒有試過這個方法 我就試 試得很好 就因為有它 裡面有水 保持它的溫度 其它有水 去蒸發上來 就保持一個溫度 沒有其它過夜 你倒液 如果你不小心 就會發臭 不可以吃了 所以變成我 成功了 為什麼呢 我自己告訴你 為什麼呢 為甚麼的芽菜 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也是一種 因為我們Wayman這個 我試過看過 Wayman 就太陽曬它 它都不會發臭 為什麼我這筆東西 死的時候 死了 哎呀 它裡面就發臭了 我就try 因為我們種的芽菜 就完全沒有農藥的 沒有什麼防腐剂 是最安全的 除非我們的水有問題 如果我們的水沒問題 我們一定要種出 很天然的 很安全的 很健康的 豆芽出來吃 所以你看我那個方法 跟人家很 是不是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真的 try a ok 好 謝謝你 拜拜